洛杉的洛就是洛杉的洛 洛杉的法语就是这么洛 谁爱当谁当的 先把这块摆这 我放起来 黄色的 没有别的颜色 对 只能是黄褐色 黄褐色 那不就是美拉德咯 什么是美拉德 美拉德穿搭不知道吗 美拉德反应 只使五油声道熟产生的颜色转变过程 最近很火的 您上网吗 今天这个颜色系 他们都是美拉德 美拉德反应 就是糊的程度不太一样 这听不了 听不了 听不了这词 这是什么意思 老师 这个词在我们这个行业 有禁忌 听不得这个词 那你看我们这是谁最糊 我那组比较糊 比较糊的比较香 糊的比较香 那我们组是最不糊的 这才是第一位老师是吧 跟史康有点像 瓢虫 瓢虫 其实刚才有人猜对了 这是两只蟑螂 那蟑螂繁殖能力可强 他刚才带来的时候就一直 现在两只了 你知道吗 这也太强了 好好笑 天球可能有好几千种蟑螂 但是很小的一部分蟑螂 才能生活在我们人的家里 可能只有几十种 那您的意思 咱们的跟共存跟他 成为一家人 对 吃饭的时候就 来 吃饭了 小强 给他招呼一桌 除了这些 你们会不会有的时候住在外边 会 得住在外边 那你们就是对蚊虫叮咬 和他共存 习惯 我们去乐山的时候怎么没有发现 我们去乐山的时候怎么 就是洛杉的洛 就是洛杉的洛 洛杉的洛杉 就是这么洛 我们再去一次 那我经常能看见地上有坑 我怎么没往恐龙这儿想呢 下次试试 说不定你也发现一次 没准真有 没准真有 这上面还有花呢 池塘里边漂浮着的 白色的鲜花 它叫海菜花 哇 好好看 因为波浪一动的话 它的这个花形特别漂亮 咱们又叫它水性洋花 从这儿来的 是的 它可以入药也可以作为菜 对 有道菜不是也叫水性洋花 这一种植物 它只能生活在水质非常好的地方 所以判断水质 对 判断水质的 这是真的长在水里的花 好漂亮 那是小的 光春鱼 真的 真的好小 还小时候这么小 长大这么大 哇 好有营养的一段花 水这个 这好大 什么 这一种在中间有一条很厚的 这样黑黑线的这一样鱼 叫做光春鱼 在过去呢 因为水体的污染 它渐渐地野生群众消失了 现在呢 是经过人们的富裕和 这个环境的治理 才又回到了大家的面前 哦 我知道那个鱼 金鱼 是的 有一条井里 哦 好漂亮啊 它 哎呀 这儿多 这儿多 武汉 哇 我们面前的这一个就是光春鱼的一个种群 好多呀 那刚才那只是不是走丢了 哇 哇 以前感觉只在电脑瓶饱上 没有见过世面的样子 看一看 哇 哇 好厚啊 这玻璃这12米的玻璃 哇 这么厚 我们三队的女生 你们先PK一把好不好 那我们去抽 来 就 你抽吧 抽吧 我好像看到了 我好像看到了 是不是细细小小的一条 哈哈 怎么回事 你要穿 没看到啊 发展 你看 你看到了 你别说呀 我老实呀 三个人抽签还能穿帮 重新来 你怎么 你怎么还看人家呀 我的眼睛在你身上目不转睛 要给镜头展示啊 我这啥都没有 啥都没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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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故意这样啊 啊 他绝对不是 不是 因为我刚刚 你要把这种装傻的人 是否抓到底吗 不是 因为我刚刚 逆与漆的傻白天 不是 因为我刚刚那个上面有东西 我以为就是正常咱们都会写点东西 你再回也再重新来吧 计时三分钟 来吧 行吗站得住吗 我伤不虚一点 伤不虚一点 孟子一你有平衡感这个东西吗 我咬我可以的可以的 好好好 三 二 一 一 我的 我的 哎 我们先保持一下平衡 五秒钟好不好 好 好 先 你这样说了 对不起 一二 好 上去保持平衡 大家不要动 心里想的和你做的两件事 我感觉只能三个队有点像 有可能抽到三个导弹鬼吗 好 我们一二三 好 平衡了 好 你让我传了 传 传 翻路 翻路 不行 不行 要复位 复位吧 来了 太多 好乖 你这个有点明显了 孟子一 这我也没用 马大有点明显了 你们自己也可以调换顺序 要不我来 我可以的 来 等一下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白鹿 白鹿 别鹿 别鹿 你是导弹鬼 你是导弹鬼 你已经被认出来了 导弹鬼 我一点力都没使 我这真的很冤 我第一个行吗 这样 我上最后一个 我上最后一个 来来来 他第一个 快点吧 你看 你看 不是 你是导弹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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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你是导弹鬼 我只是 你是导弹鬼 哈哈哈哈 我只是服人家 我真是服了 你是导弹鬼 最后十秒 谁 是谁 是我 后面那个 什么意思 你是导弹鬼 哈哈哈哈 他是导弹鬼 你是导弹鬼 你是导弹鬼 哈哈哈 嗯嗯嗯嗯 接下来就请三位女生进行指认 三二一 是吗 真的是吗 是男 谁爱当谁当 哈哈哈哈 但是我发誓 那把我拿到最稳 是我在中间 你前面暴露了 我没有 我一直很认真在玩 这真的很难 你们自己试试 根本没有 没有在导弹 我也觉得白鹿 没有在导弹 那谁在导弹 我一直以为 你 我一直以为 我一直以为你是 你知道吗 这真的很难 我来画了 画作的非常好 她有点像在观摩 澄澄从导弹 已经变成了欣赏我们做画 请三队的成人 展示一下你们画的画吧 我们的 就说像不像 呼之欲出 哎真像的 有点可爱 这个眼睛 简直是踏上去的 我们这个是有颜色的 哇 有点像动画片里的 这才叫踏上去的 踏上去的 哦 这个像 这个我画的 这个 这个还不错 哎 这个我画的 一模一样 是不是 可以 怎么样 简直就是照相机 只是黑白照相机 哦这个很像哎 一模一样 哦这个很蛮明显的 是我画的 哇 你们这几张防品 可以 大家都画的挺好的 希望你们的话 最后老师可以成功地认出来 能卖出一幅更高的价格 当时 做的距离 有些爱意 天上潮位 上潮位 哎 这么老 这个 在最痛的纸位 这里就是我们主要的厂内物流区了 这里差不多是2.5万个平方米 那在我们公司的话 有五个这样大小的一个场地 哇 它们都是装发的吗 发往全国各地 对对对 我们平均每天的一个交易量的话 大概在五百万支到六百万支左右 哇 这么多 太多了 那像今年的七夕节 就已经突破到一千万支一天了 一天的一个交易量 对对对对 是以支为单位 斗南的话 已经是连续二十四年 在我们公司的话 在交易额和交易量上 都位居全国第一 那是全国发挥市场的 情侣表和风向标 那我们继续往前 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二号拍卖厅 我们的这个二号拍卖厅 是我们的一个大排厅 里面的话是可以做六百个交易席位的 我的妈呀 我的妈呀 这感觉是一个舞台 我们那边是可以做三百个交易席位 两个排厅加起来 一共是九百个交易席位 里面做的都是我们的购买商 也是我们的买花 对对 他们身后都是一个 上百家花店的一个预定 我们的这个拍卖速度非常的快 我们以这个 离大家最近的这个七号钟为例 它是一个绿色的圆盘 那这个圆盘上面有一个红色的光标 大家会发现它在逆时针转动 它每逆时针转一格 代表它降价一分钱 所以我们的这个拍卖叫做 降价式拍卖 是降价式拍卖 对 然后呢 往下拍 对 就拎出起拍架以后 假设能出这个十五块九 它出十五块八 那你在十五块九的时候 就按下确定间了 花就归零了 谁第一个出价 谁出的价高 这个花就更成功了 肯定是先抢的那个手机拍卖 对 就是谁手出快 谁先抢谁就得 对 那各位嘉宾 我们就原路散回到我们的游戏场馆 这个牌子上 为什么还有奔跑吧 这个是我们十纪的时候 我们上次取名字的十纪 接下来我们就要为这款 联合了昆明花拍中心 由我国自主研发 且还未命名及上市的 新品玫瑰赋予全新的 花名和花语 哦 第十纪 我们为这款新品玫瑰 取名为十纪 走过十纪 爱你四季 那也希望十纪呢 作为我们奔跑吧 专属的幸福之花 可以穿越四季 那在这一年四季里 捡起所有的美好 感恩 祝福送给大家 好 我今天的讲解就到此结束了 谢谢 那接下来就把各位家宾 带到老婆 辛苦了 谢谢 谢谢老师 你四十纪 不知道啊 不知道 反吧 改哥 白鹿和张真元 开到了第一次的挑战机会 八秒钟抽二十八张卡牌 二十八 好远啊 改哥 一秒点 三张多 太远了 我先去吧 可以 我觉得我完全不良 万一你就成功了呢 万一就成功了 真的 对啊 加油 我先去吧 那这个是擂台赛吗 他们拍完我们还可以再拍吗 都没成功 你们三个就下一次就不能拍了 下一次就是另外两队 拍第二次的挑战机会了 我们根据你们三个的平均值 我们好知道大概选 白鹿你让我们自己先 把两张卡感受一下 哎呦 哎呦 可以吗 可以 可以啊 那还可以更快 那是不是可以两张一张 你要是先的话 那就更快 那可能更快了 对 对 单手 所以是你这样 耗 耗 你刚刚耗了吗 耗很慢 这是慢 这是慢 你也这你也肯定慢 来吧 白鹿挑战八秒钟 同二十八张牌 你试的不挺好吗 哈哈哈哈 其实十秒蛮多 哎呀 十秒零六 不行 太多了 二十八还是有点难度的 二十五以内 对 完了 太多了 哈哈哈哈 其实应该是拎的好一些 拎的好 哪 你这样 但是那个费时间 哎一点办法都没有 哎 朋友们 然后大家都拉一下 坐不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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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讲 白鹿连坐都坐不直 我坐都坐不直 哇 他们也起 哎 哎 你们也按了 你们也按了 我快 乐姐快 我全展示 我全展示 全展示 全展示 哎 就这个人 就这个人还敢起呢 就这老幽 一二 四 三 啊 一二 三 哎 哎 哈哈哈 好好好 好好好 白鹿 你连一块都放不上了 就这样还七块 你还拍七块 我为你们拍的 你先把他放正了好吗 我没有办法 我没有办法帮你 别贪多 把他给我放正 别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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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贪多 你看这气势仿佛你已经拿到七了 哈哈 哈哈 你死了 你死了 哇 可以 说是什么声音 你最近要坚持 别动 别动 最近的康复已经 已经有进步了 哎 好好好 再来一块 这俩玩小汽车的 可以吗 不可以 要摆正 要摆正 一定要摆正 你先把这块摆正 先把这块摆正 我放弃了 好 周深可以啊 周深是规矩人 规矩人 规矩人 我已经到头了 两腿打开 你怎么着 你也想往前搓一搓 这段好像在哪儿看过似的 我们得不了分了 我们得不了分了 你推我一下吧 我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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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一 二 三 啊 不是 我干嘛了 我 你算了 我可以 我一块 推我 推我 我忍住 好 一 二 三 哈哈哈哈 里边涂点颜色啊 呱呱呱 那蓝色里边把它涂点颜色 示意一下里边有颜色就行 对 就这样吧 给 从中心出发 就是 就这个 来来来我们先 我的天 是谁画的 是我画的 不错 一模一样 第四幅 第五幅 第六幅 没了 完成了六幅 这边有几株树也是很有意思 我看我们下面好像有些果子 这个是无盐果 可以吃的 是吗 可以吃的 真的假的 感觉有点像冬枣 对 我们叫做南酸枣 剪了好多 黄的是不是好一点 好酸 我这个好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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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了一碗 我这个好酸 但是这个东西也是药 它可以解酒 是吗 这个是天然的解酒药 对 这个好多 这这么多 我们在里面找 好酸 这个成都 有点像酸一点的葡萄 是吧 同学们 我发现了滑盖木 你怎么会知道 没写着 这个叶子应该是吧 因为我今天画了它 应该是 哇好粗啊 这棵呢 这棵呢就是我们这个里头最重要的 哇 那么因为这个树啊 在野外啊 它的那个灵光比较充裕 就像古代那个地丸的那个座架一样啊 比较华丽 就给它定名 就叫滑盖木 就这一棵吗 没有 这里有一小片 但是这棵呢 长得最好 哇 那么这个最开始的只有六株 从野外啊 发现第一棵 是 七六年 我们搞野外 王达明老师啊 他搞调查的时候 就无意中 捡到了一个果子 然后那一年呢 就搞木兰科研究的 最权威的一个专家 正好在云南 他一看呢 就知道 这个东西是绝对是一个新种 第二年 他又带着人来了以后呢 在我们的配合下 就采到了花和果 从83年开始 我们的那些老师 就育出了第一批苗 就种了以后 这个是40年了 那么去年呢 是第一次开花 哇 就说为什么它会那么重要啊 就是开花 因为我们知道 开花才会结果 结果才会有种子 对对对 也就是我们这个 从一棵种子啊 它发芽生分 不能开花结果 这个才是一个完整的生命中心 对 如果我们仅仅是拿来种子 它不开花不结果啊 就不知道 它们能反脸后代 不能算是引种成功 所以这个就非常一个 重要的过程 是的 不只是活了 还能继续传承 对对对对 40年第一次开花 而是